開心拿著獎狀 中信兄弟外野手周思奇 成立培育棒球人才的獎學金 首屆名單熱騰騰出爐 從100位踴躍深情的花蓮學生當中 精選出最後的31位 拔得頭籌的 竟然是唯一入選的女學生 當然學業技術都不用講 然後而且她是女生 那因為你在打球的成長過程 女生跟男生他們在發育的時候 會有差嘛 所以她現在因為上了國中 她沒有辦法再參加球隊 但是她很喜歡棒球 對 所以我們會長期追蹤她 也許她會成為下一個體育組 女主播 優秀女主播也不一定 所以她目前可以算是第一名嗎 對 她就是31位裡面的隊長 小時候家境不寬裕的周思奇 曾領過三次郭元智棒球獎學金 現在她晉升前輩也回饋家鄉花蓮 是中華職棒第一個 以個人名義成立獎學金的球員 未來的目標我希望說 我這獎學金可以做長久的 那不是只是說可能我有時候 我之後退休了 然後可是這獎學金可能就斷了 募款 然後捐助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的資金募款的方式 然後五年我們希望可以 達到三千萬的金額 此外周思奇還翻閱文獻 以台灣第一位打進日本職棒的球員 羅道厚之名 成立羅道厚特別獎 提供超過六千元的獎金 周思奇說首屆的補助範圍 僅限花蓮線 但期盼未來募到更多資金 補助全台灣的學生 中央社記者蔡玉婷 張亞婷 然後以之鼓勵